来看一下这个支撑简直绝了 我们直接用这个铲子轻轻铲一下 它就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支撑密密麻麻 但是它支撑的触点是非常细小的 我这个是使用的Tanko软件 自动增加的支撑了 我们来取一下模型 哇塞软绵绵的 来看一下这个模型非常好 我之前打印类似的地台 都会有一点弯曲 而使用这种支撑没有任何弯曲 然后我们来将这个支撑给它拆一下 拆这个支撑的感觉 有一点在拔草的感觉 软绵绵的这个支撑 别看这个支撑密密麻麻 只好不会占用我们过多的数字 但是它可以很好的将我们的3D打印模型 打印出来 效果特别不错 好今天我就来花一分钟时间 教会大家如何设置Tanko的超细自动支撑 我们在电脑上登录Tanko的官网 点击这里的马上下载 下载客户端之后 我们下一步下一步安装即可 安装之后我们打开 这个就是Tanko的切变软件了 首次登录的时候 需要我们设置打印机的型号 如果这里没有您的3D打印机 我们随便选择一个3D打印机即可 然后我们就可以拖入模型到这里了 拖入模型之后我们全选模型 点击这里的摆放优化方向 然后这里可以选择智能优化 点击应用 好我们的模型就自动进行摆放了 然后我们点击摆放 选择摆放 点击确认 好我们的模型位置也更换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选择摆放 选择指定表面 我们来选择一个上表面 点击应用 好我们这个模型的方向就换了一下 还有这个人脸也是 我们点击这里点击应用 它会将我们的面部朝上 如果您觉得方向还不够 也可以手动使用旋转来调整我们这个模型 摆放好了之后 我们也可以在修改这里选择抽格和打孔 来对我们模型实现空心效果 我打算打实心的 所以接下来直接选择支撑支撑模块 在支撑模块这里有一个脚本设置 它类置了非常多丰富的脚本 有手办类占旗类 而我个人建议大家下载这个脚本 我会将这个脚本也放到评论区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设置 导入刚刚下载的支撑脚本 我们来选择这个支撑脚本 然后点击执行 好支撑添加完成了 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脚本就是预设 我们可以看到添加的支撑特别的细小 这样我们拆除支撑 也不会对我们模型造成损伤 我们的模型也将特别的精细 特别是这个模型脸上虽然有支撑 过而我们可以打印看一下 拆掉支撑也不影响 Tango软件是我见过 光固化自动加支撑最好用的软件 接下来我们点击导出零件 选择一个路径 点击确认 导出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 加好支撑的STR文件了 然后我们将这个文件 拖入自己用的切片软件里面 接下来我们用自己的切片软件 进行切片打印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打印一下 好了打印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支撑非常的密集 模型都完整的打印出来 并没有翻车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现在我们来拆除一下这个支撑 首先将它铲下来 然后就来感受一下我们拆支撑的乐趣 支撑特别特别细小 在我们模型表面几乎也留不了什么坑 轻轻松松拆下来 并且我们的地台并没有变形 最后到我们人物了 先把脸上的支撑给它拆下来 然后再来拆我们的身体 好了我们模型就拆除完成了 接下来进行清洗 整个模型打印了 没有任何翻车的地方 特别的精细 而且支撑的接触点 都是极细的接触点 要知道我并没有手动加支撑 这个都是Taggo的自动加支撑功能 清洗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打印的效果 来靠近看一下 它脸上的这些支撑 我都没有打磨过 可以看到几乎都不明显 我们来看一下支撑的接触点 这些接触点非常细小 我们拿笔刀轻轻刮一下 就不明显了 或者用沙子轻微打磨一下 这个接触点就会消失 我们来看一下地台的接触点 我没有打磨过 然后我们用沙子 轻轻磨了一下 就已经消失了 是不是非常不错 我们再对比一下 之前用另外一个软件的 自动加支撑功能 可以看一下 另外这个软件 它的支撑接触点就非常的明显 处理起来就相对来说比较的麻烦 而使用Tango软件 这种自动加支撑的效果 可以看到 特别特别细小 对比一下 是不是细小很多 我们哪怕用指甲盖 给它抠一下 也能将这个接触点给抠掉 真的很不错 Tango软件 但目前来说 Tango软件 它是一个收费的软件 虽然它可以让我们打印 更高质量的模型 但是它要花钱 新用户可以免费15天使用 收费的话 个人觉得也不算贵 总之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觉得好用 再考虑是不是要购买 我会将这两个图纸 放到评论区 大家可以自行测试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